以后萝卜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样做 外酥里嫩 大人小孩都爱吃 首先去皮的萝卜切成丝 加少许盐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再挤干多余水分 前腿肉剁碎后 放入萝卜中 加香菇丁 葱花 盐鸡精 五香粉 蚝油 一勺红薯淀粉 抓拌成这种粘稠状态 选用这种投成腐皮 它是裁剪好的 非常方便 放上肉馅后 像我这样卷起来 然后刷一点鸡蛋液封口 水开上锅大火蒸15分钟 切成小块后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用平底锅煎一煎 这样做的萝卜高腐皮肉卷 外酥里嫩 太好吃了